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恐怖在线》 《恐怖电影》 《恐怖在线》 《恐怖电影》 喂,Edmond,大家好,又是我,维村人 又是时候加货 知道Edmond说不想听梦的东西 不过我这个梦真的挺特别的 亦有点厚着的,所以决定跟你说一下 大概是十年前的事 我嫁了,很少回娘家 平时都是出去喝茶才见父母 当日是圣诞节夜晚 我和我老公和儿子回到娘家烧饭吃 烧完饭吃后就在家睡 睡着睡着就发了个梦 我梦到一个大概六七十岁 高高瘦瘦,穿着深色的塘装衣服的男人 就站在我爸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面 他对着我和他说 他叫我不要赶走他 他还说会帮我儿子读书 他让我感觉很斯文,很有书卷气味 接着他还拿了一本很旧的书给我看 书里面有很多中文字 接着他自己指这本书上的作者名 原来是他 当时我半梦半醒 差不多起床都还记得他的名字 但之后清醒了 就真的忘记了 发完这个梦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 我和妈妈喝茶 就讲开这个梦 妈妈叫我形容一下这个男人给他听 当时我以为我妈妈好奇想知道 怎知我妈妈听完就说 原来她都说亲爱在房间里面见过他出现 我之前交货也说过 我妈妈是一个超高龙人士 都经常见到东西 那我就问我妈 你既然都见到 为什么不找师傅赶走他 妈妈就说 他又没有影响我们 有都是在 其实我也觉得 人和灵体朋友 如果基本上没有太大影响的 都可以一起住 当年我发了这个梦之后几个月 认识了一个法科师傅 其后我就讲回梦给他知道 师傅说 可能这个男灵体 知道我身边有师傅存在 但师傅还问我 有没有在一个梦境里面 问到这个灵体 怎样帮儿子读书 不过其实他是说笑 他就说 叫我真的不要这样 要不然 跟他有交感 或者答应了些什么诉求的说话 跟着就麻烦了 不过好在 之后就没有再梦到他了 讲讲一下 我儿子今年都大学毕业了 好了 今次又交着这个课先 梦 是因为不讲完 就因为 没有什么训练 有些事情 对不对 讲完就等于没有讲 做梦 又不吹 但如果你的梦 真的有意证实得到 发生的说话 那我就完全是欢迎的 所以不是说 100%不认识 还有未来我们BableAir的节目 真的会开一个 有梦讲梦的节目 梦来看一个节目 就会很快就出现了 那 接下来 即是 直接给大家讲你的梦 又有专家帮你分析 那当然了 关于梦来坦 不是只讲梦 可以有些前世今生 又或者他读到一些 动物传心之类的东西 它有很多范畴的 所以留意着 接下来我们BableAir 另一个全新节目 好了 那就 付费的时段 我们立即开始了 我还要预告一下 等下 我们会讲一件 关于 在澳门 一个 相当之有历史 是人都认识的赌场 里面一件 鲜为人所知的灵异事件 嗯 待会有一个 收到疯的朋友 打个电话来 爆料 好了 想看完的话的话 立即可以上去mmpun.com 去按一个灯的位置 用信用卡 Payme 又或者是 PayPal 即时付费或支付宝 都是可以立即看到的 又或者下载BicBic的手机 买今晚的Cons 看下去 好了 Facebook朋友 明晚再和你见面 我们 听个猫猫 怎么说 猫猫 Hello Edmond 喂 很多谢你啊 真的整天都有看着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求救啊 要证实一点 就找你去说一下 哈哈 喂 刚才那里真的听到吗 是啊 那女人在唱歌啊 她哼歌 哈 那么清楚 是啊 我示范一次给你们看 哦 你示范了我们再听 可能会是容易听一点 是谁啊 来 他是这样跟着的 哦哦哦哦哦哦哦的 呱哦哦哦像吗 是呱啊 呱呱呱呱呱呱 好啊 我们现在听一次 我一会再和你聊 你住 我们先看看 刚才日本仔 在現場的時候 它有些字帶出來 是不是這樣 它是這樣寫的 是唱歌 再聽一次 糟了 我還是聽不到 貓貓 我聽不到 好啊 你再播一次吧 我告訴你那邊 好好好 我們一起跟你聽 來 這裡開始有了 開始有 即是它唱了很久 就是那個位置唱到片源 哪個位置開始唱啊 你一聽到你就說 唱了這樣好嗎 嗯 來吧 喂喂喂 貓貓 是 你一聽到你就告訴我 哪個位置唱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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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一次 因為你照樣聽到我們播出來的聲音 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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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就說 這裡就這樣好嗎 好 OK 好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再看一次 嘩 你是跟那些字一模一樣出的 我真的聽不到 我真的聽不到 零啊 你現在告訴我這裡我也聽不到 真的有嗎 有啊 哦 是女人聲來的 女人聲來的 女人聲來的 那你覺得 是不是真的像一些 妓院裏面 那些 表演者的那些聲音 會不會這樣 會的 外形 簡直都是 簡直都是 你見到 她坐在這裡 還是站在台 站在台 站在台 旁邊 真的嗎 嘩 不是中間 是旁邊 那會不會就是 文師兄所說的 那個紫色女人 還是怎樣 她穿紫色衣服的 嘩 神經病 真的嗎 是 哦 那就是說 仍然在這裡 嗯 OK 那這個劇院很厲害 是啊 你們下次可以去 Achle說 不是很遠的 OK的 是可以容易去 叫Achle去 好啊 我叫Achle去 就是站在那個位 圓形台的位置 旁邊 是啊 沒錯 嘩 她那些衣服 那些什麼年代服飾 她是那些 穿和服的 真的穿和服的 穿和服的 那你可不可以 read 到 她是不是剛才文師兄所說 她是因為金錢上面 她是被人殺死的一個女生 會不會真的和這些東西有關係 你會不會 read 她沒有理會我 她掛在那裡說Hun哥 所以你不知道她怎麼死 真的 我不知道她怎麼死 好啊 好啊 多謝你 好 好 拜拜 喂 怎樣啊 你人人都聽到 阿Bob聽到嗎 我想問 我真的聽了幾次 我在最尾那裡 都勉強聽到有個女人 嘩 都像是 少少 因為我又沒有打耳筒聽 你現在打一次 現在可以搞到我聽不到 人人都說叫我厭耳 你真的人都聽到嗎 好像很多人聽到 好啊 好啊 最後一次 好 認真聽一次 嗯 沒有啊 聽不到 聽不到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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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到就算了 不用太勉強 你們聽到就行了 我做個節目做什麼 你們開心 你們看到你們聽到就行了 不用我聽到就行了 最重要是大家覺得OK 聽到你們滿意夠害怕 那就行了 我聽到就行了 我聽到就行了 不用我聽到的 最重要是大家覺得OK 沒有什麼關係的 再加上 貓貓的鑑定 都挺厲害的 這個地方 其實是 所以可以 對 可以去 既然 文師兄又說厲害 Acto也說厲害的 我問過她 她也說厲害 因為Acto最近 幫我們ViuTV 拍攝 所以我就 免得說回以前的事情 是不是 身份 先清晰一點 所以在這個 角色上 我暫時就不讓她回應 這件事 但是我們 咪後會談過 這件事 她也說 嘩這裡真的值得去 好了 聽一下電話 又是葉先生 Hello 潘先生 你好 葉先生 想分享一宗 十幾年前 去燒飯吃的精靈 好好好 在哪裡 在大圍 好 話說 十幾年前 也是十幾歲 十幾個朋友 然後就 去了大圍一個 郊衛公園那裡燒飯 大概有 我想十五六個 都有七八個女孩 那那晚 那裡 除了做 如果是日日 就很多人去燒飯 那那晚應該 我記得 不是那些 很 假期之後的 那些 大圍在哪個位置 可不可以 在鴻梅谷 哦 鴻梅谷可以 可以 鴻梅谷 那 那去到 上去 開始燒飯吃 那 稍稍下 就 遇到一班朋友 他們在我們斜對面 那我印象中 那裡 應該只有 三四批人 燒飯吃 嗯 那 稍稍下 那 一開始 還沒遇到一班朋友 他們在那邊 是 那 我們 就繼續燒飯 那 他們準備走的時候 就 他們那邊 就 可能熄路 熄得很吵 還有那些 波子的聲音 就乒乒乓的 嗯 那 那 那他們都走了 那 跟他們說 拜拜 那他們下山的時候 會經過我們那裡的 那跟著 他們走了之後 就 就開始 奇怪的事就發生了 那 那 當中其中有一個女生呢 無端端就 就 就 看著山上 嗯 那 那跟著我們都 一開始就不在意什麼事的 那 那一開始就看到她 喂 動都不動啊 那 那 嗚她又嗚她不了啊 跟著 問她什麼事 她又不出聲哦 那跟著 那 有些女生可能是開頭推她,還是蓋她,都是不動的 接著呢,蓋到她不知道第七峰還是第八峰左右,她說山上有綠色的光 然後她說有綠色的光,蓋住她 蓋住她? 令她動不了,好像定格一樣 然後她很害怕,全身震了,我叫她先坐在人都的地方 然後她也是呱呱呱呱 但現場沒有其他人見到的? 她是第一個女生先見到的 接著我會說有七八個女生 另外剛剛那女生的時候很少女生就來吃飯 然後跟我們大叫作摸她 然後我發現什麼事,我水上走去 然後接著那些女生好像很害怕 第三个,接着好,见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们是最有一批人的,那里整个山头 接着好,那女生说有人摸它,然后立刻弹起了 接着突然山边另外一边,就有一些野狗在那里吠,接着在那里吠,我们小时候去那里烧鱼石那里,都没试过有野狗在那里吠 那时候第一次听到野狗在那里,就是在那里,总之向着我们这边吠 接着我们见到那些女生开始好像有不对路,然后就烧了几条腸仔也好,什么都好,走 那有些人就开始收拾东西,接着有些人已经在那个荣门局,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个公厅的位置 就在临落楼梯的,那有一批就跟那些女生下去先准备,接着呢,我就说有些狗在那里吠,向着我们那边吠 那时候那些吠,起码都有七八只狗在那里吠 但是你觉得是向着你们,还是向着你们另外一些目标的人物吠呢? 没有目标的了,只剩下我们而已 OK 只剩下我们,而且你说得对,是向着我们那个方向的目标的人费 哦 就是好像有一些提示给我们 OK,OK 是的,那好吧,那我们快点开始收拾东西 嗯 其实都没收拾完的,那开始越不对路了 那些狗的月费就好像越迷了 嗯 嗯 那接着,嗯 好吧,那我们收拾东西走了 那临走那四五个男孩都顶不住了 就立刻要衝到那个公厨那里 即是他烧烤食那里有个公厨 嗯 原来呢,有两个日本军人在那里侯着我们 哎哟 哎哟 嗯 嗯 为什么会知道呢? 因为那时候,嗯 年轻了 不知道哪个有高龄,不知道哪个低龄 是的 我也看不到的,但是我又,我也害怕,我也害怕 因为十六七岁,我想十几年前 年轻人通山走啊,或者约定那些朋友去吃 那为什么会知道是两个日本军人呢? 是的 因为其中一个,原来是一个高龄的人 嗯 那他就说,我不是说还有两三个就准备走的 嗯 他就在这个厕所那里叫我们,喂,不要收拾了,快走啊 接着,什么事啊? 接着说,先下山先,下山先 那接着,好吧,那下山啦 那接着呢,那个高龄的那个朋友呢 嗯 就顶不住了 就,他不走,他直接冲上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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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他说,为什么我要搞你的朋友 因为你的朋友骚扰到我 在我们上面那里,乒乒乓乓 吵到我们 接着,我们说,我们都没有做过什么 吵到他们 嗯 接着,他跟那个,那两个日本军人 嗯 接着,他就对答说,因为你们 呃,刚才有一帮朋友 呃,临走的时候,就可能扔些垃圾车 把玻璃扔到山,就拼拼了 就不会当我们是同一帮人 即是以为我们是同一帮人 哦 是的,所以呢,你,所以我们就 所以我们就,那两个日本军人就 就和我那个高龄的朋友说 嗯 就因为你们 那帮朋友 呃,可能 太严重了 把那些蜜糖啊,等等 嗯 总之他们走那一刻呢 是,是,是 即是执事很吵啊 或者,他们白厌啊 把那些蜜糖啊,等等 那些,乱那么转到那些 转到那些 那些,骚扰到他们 怎么会说得那么清楚的啊 对答得那么清楚? 沟通得那么清楚? 因为,因为,我都不知道 因为,我在旁边听到他们 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他那个日本军人 和我那个朋友这样对答 因为我们那时候,喂,抓住他嘛 因为他又不肯走啊 我们都在冲着下山 他又,他又在冲着上山 我们扯着他 然后,他好像上了山 会和那些人对答 然后,他就说 你不要搞我的朋友 你要搞我 然后,他就说 如果你搞我的话 我姑姐都不会放过你 就是这样说 那一刻我才知道他是高龄 他只能跟他沟通 说成这样? 是啊 因为,他跟我们说 是两个日本军人来的 穿着旧色的日本军服 嗯 是的 哇,好可爱 然后,那个红梅谷 它是一条大斜路来的嘛 嗯 我们不停拔它走 嗯 然后,有个年纪大一点的朋友 就 点三支烟 这样,哎,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都是不好意思啊 那些人我们不懂的 那么,就点三支烟 三支烟放在路边 是 然后,他跟着我们 到那个 新翠村和 隆亨村的天桥那里 然后,我们一群人都不敢回家 即是那两个日军? 是啊 跟到我们下斜路 即是,如果红梅谷走到 那个新翠村和 隆亨村都要十几分钟 因为整个大斜路这样下去 那就是,只有他见到 你们没有人见到 即是,他说他见到 是啊,因为他失控了 他不愿意走 因为他见到那两个日本军人 跟着下来 是跟到下来 斜路底才没有跟 那这个朋友平时有没有这样的表现? 是啊,没有的 因为你说你不知道 是啊,我们那时候就是 嘻嘻嘻嘻嘻玩而已 但最惊吓就是 人生之中 就是遇到这样的环境 哇,那也挺夸张的 因为他好像 看到他跟他沟通 你是扯极他 他也是不愿意走 因为他觉得 他可以跟他谈判到 嗯 是啊,所以就说 去到这些山边 就不要 亂吵到别人 那很难说 你这一班年轻人 又没有人 就想着 在那里开心一下 那些人是我们不认识的 不是,我另外的朋友认识的 但我们未必认识的 我知道 但是他们经过 走 哦,认识的 原来 然后他们就觉得 我们跟他们同一班人 所以就搞你们了 是啊,可能那些狗 想叫我们快点走 很吠 因为去了这么多次 都没听过狗吠声 我现在一直都在查 红梅谷 猛鬼会有听过 但是 那里怎么会有日军呢 我现在都在看资料 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曾经 那里是否有防风洞 有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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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一刻 就是 那一刻 为什么我的朋友 会知道是日本军人 又会和他们谈判 又知道 他们为什么有什么原因 会 黏着我们 和搞我们的女孩子 那一刻 他又回答出来 那就是 他们走的时候 因为他们走 因为那班人走的时候 是搞到那些地方 好像 好像打仗 那些班人 所以会骚扰到他们 咦 可能有机会有关也未定 我们现在带一些资料 又刚好你今天的主题 是日本军 日本那边的灵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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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是 醉酒湾防线 而那边是有机会 再走下去 就是由红梅谷离开 有这样说的 有些资料 我现在不查得太多 所以那晚我们去到山脚那些村 我们都不敢回家 所以就去车工庙门口 坐到天早上 各有各有 不知道他们会跟着我们回家 跟谁回家 所以找车工的门口 坐一坐 坐两三个小时 才回去 那时候就是这样 好 好 这件事挺实在 好 谢谢你 多谢分享 谢谢 拜拜 拜拜 好啊 这个地方可以 下次我们和霍哥拍灵探 都可以想想 红梅谷 有人回应 刚才红梅谷也是猛鬼的 那究竟是不是日军那种 还是有其他东西呢 不妨大家都可以回应一下 好吗 回来之后 今晚的恐怖多一点 要在收费时段说这件事 因为都很机密的 关于澳门一个赌场的事件 究竟是谁爆料呢 回来告诉你